身把体谈三四皮 一针这些看到里欢迎来到吻西的胖猪来小如今天 胖猪跟哥学名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中国女排什么话题呢 就聊一个关于中国女排在昨天晚上 也是刚刚传来了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这个利好消息的到来 将会意味着中国女排我们整体的战斗力 以往完成一个二次升级 那么也有助于帮助郎平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完成一个奥运的再度加码 可以说让中国女排我们在奥运未免之路上 也是稳操胜券了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女排正在浙江宁波北轮 完成着最后的一个冲刺备战 那么作为2016年的里游奥运会冠军 那么今年我们出征东京 我们的身份变了 我们变成了奥运会的未免冠军了 那么作为未免冠军 我们在今年所受到的挑战和压力 也肯定同样是最大的 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咱们真的是毫无退入 对吧 你作为未免冠军 你眼下只有一条道路 那就是我要全力以赴拿下 奥运会的两年冠 对吧 我们拿到亚军 很有可能都是达不成 我们的心中的一个目标的 对于这支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整体的战斗力 实力 世界排名 综合我们的奥运会的比赛的大赛经验 等等各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这支中国女排 确实具备了在东京夺冠的一个实力 但是如何能够将中国女排 我们最大的一个战斗力 发挥到极致 对吧 这是眼下狼屏 最关键的一点问题 那么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就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要求 那么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保障 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那么提到我们核心竞争力 这个点的话 中国女排目前我们 核心竞争力最关键保障的一个人是谁呢 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队长 又是球队的核心朱婷 那么朱婷作为这支球队的一个灵魂 又是目前世界最顶尖的一个主攻球员 只要说朱婷 她的这个点状态在 只要她心无旁骛 全力以赴 能够把自己最好的状态 最好的一个心态 心情能够打出来的话 那么郎婷也丝毫不用担心 我们中国女排的战斗力 对吧 只要朱婷这个点在 只要朱婷这个点 能够全力以赴 把自己的这个能力爆发出来 那么中国女排 我们整体的战斗力 就是世界最强的 但是呢 如果说朱婷这个点 她受到了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 而导致她在场上的心情状态 不是很好 而导致她发挥不出 百分之百的一个能量来的话 那么这对于中国女排 我们整体的战斗力 将会影响上大打折扣 对不对 我们知道此前朱婷 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伤病问题 所以说呢 她也是一直非常牵挂 而导致她此前 无论说在备战也好 比赛也好 可能心情上受有一定的影响 对吧 也是闷闷不乐 但是呢 就在昨天晚上 朱婷也是突然之间 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动态 给大家传来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她也是表示呢 在头一天晚上 跟自己的父母视频聊天的时候呢 也是获知自己的妈妈 她的腰腿疼呢 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好转 那么当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呢 也是让朱婷自己的 终于悬着那颗心放下来了 是吧 那么也算是 让自己的心情 得到了一个明显的好转 让自己接下来 可以不用去 为其他的一些事情 一些琐碎的事情 而担忧 那么这样一来呢 能够让朱婷 在接下来的奥运备战中 是吧 更加专注 能够让朱婷呢 带着一个非常好的心情 去参加接下来的训练 备战和比赛 那么这将会 对于中国女排 我们来说 绝对是一个 重大的意外惊喜 对不对 那么这是让我们的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 让她们真的可以 做到心无旁骛 让不会有任何的 外界的一些 负面的事情 来去干扰到 她们的训练和比赛 这对于中国女排 我们整体的战斗力的升级 将会带来一个 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当朱婷 她可以做到这样一个 全力以赴去备战训练 而且保持了一颗 很好的一个心态 是吧 很好的一个心情的时候 那么中国女排 我们的战斗力 是得到了一个 绝对的保障的 那么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的奥运未免之路 绝对是要迎来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的 对吧 再次我们也是必须要 恭喜我们的 中国女排的主角叶郎平 再次的恭喜 我们的中国女排的 队长朱婷 同时呢 我们也期待着 在这两个人的 共同的领衔之下 能够带领着我们 中国女排 是吧 站到东京奥运会 冠军的领奖台上 那么可以说 伴随着这个 重大的利好消息的到来 让我们中国女排 在奥运征金的道路上 确实已经看上去 稳操胜券了 我们也期待着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 顺利的完成 未免的中任 我们也尽呼加音吧 好了 那本期的胖猪聊球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猪的 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的 天灵没天音 聊段球